2月28日,密克罗尼西亚驻港名誉领事陈首仁 支援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资仪式 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行 陈首仁与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签署捐资协议 为湖北抗疫捐款100万美元 谢峰代表外交部驻港公署和湖北省 对陈首仁的捐赠表示感谢 称陈首仁先生立足香港、深耕海外 但始终,星系祖国不仅积极投身国家改革发展 促进两岸民间交流 关心支持国家外交 而且乐善好施、急功好义 几十年如一日为国家扶贫、教育、文化等公益事业做贡献 这份全权爱国心、阴阴报国志 令人十分钦佩和感动 他又指出中国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在加快恢复 病毒使人类共同敌人 疫情需要各国携手应对 作为地球村的村民 我们休憩一顾 必须坚定信心 相互支持 据了解 今年九十岁高龄的成熟人祖籍福建泉州 是著名的实业家慈善家和爱国华侨 他在当日的仪式上表示 此次以密克罗尼西亚驻港名誉领事的身份捐资 一方面是想感谢外交部和驻港公署多年来对其工作的大力支持 同时也希望这一点帮助能够加强中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及两国人民的友谊 陈首仁与谢峰签署捐资仪式后 向驻港公署送上一百万美元的支票 将通过驻港公署向湖北省洪市资汇捐资 捐出了一百万美元 用于购买一些抗予物资来支持前线的一户人员 但是我也希望把这一点帮助的情形 也能够加强中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及两国人民的友谊 驻港公署副特派员赵建凯主持了当日的捐资仪式 外国驻港领团代理领团长 秘鲁驻港总领事 以及来自西班牙 匈牙利 土耳其 马来西亚 柬埔寨 南非等国的总领事和商会负责人 中外媒体代表等出席并见证的这次活动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